十组 应该是九组 一共是十八位运动员来参赛 原本应该是十组 但是可能有两位选手因故没有办法参加了 现在屏幕上已经打出了所有的参赛的九组十八位选手的名单 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注意的来给您做介绍 其中我们看到有昨天在男子1500米比赛发挥非常出色的宁中岩 他是排在了第六组 他和杨涛来同组 杨涛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平常冬奥会的名将 宁中岩也同时是我国1000米和15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现在 对 现在等候参赛的选手看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他在冰棒上来放松自己的身体 等一会儿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男子1000米这个项目呢 在选拔赛要获取四名额两棋位 这和男子1500米的比赛是完全一样 这个项目在高原的达标线是1分11秒整 而在平原的达标线是1分12秒整 跟上个赛季相比啊 是有所提高的 上个赛季的高原的达标线是1分11秒20 这个赛季等于是提高0.2秒变成1分11秒整 而上个赛季的平原的达标线是1分12秒10 这个赛季是1分12秒整 等于说也提高了0.1秒 参加这次男子1000米比赛的18位选手当中 有四位也是来自短道队的运动员 包括丙泽凯 张维志 许洪志 陈光 徐富应该也是从短道转过来的 目前是中场组的 对 中场组 对 比赛应该是在8点12分开始 稍稍有一点点延迟 刚刚男运动员们也是很轻松的在坐着热身 好 参加比赛的第一组的选手 已经是各就各位了 两位选手都是来自短道队的运动员 那道是丙泽凯 外道是张维志 短道运动员改大大道可能是把直线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短道他们直线很短 基本上就是用不到直线 都是弯道的技术 但是短道的选手就是弯道的技术更强 大道其实也是弯道是比较好 因为弯道是出速度 直线只不过是个保持速度 对 这个道理呢 举一个别的项目的例子 就像美式九球 如果你是打斯诺克出身的选手呢 你做障碍球的实力强 但是呢 你可能跳球不行 对对对 但如果你是专门打美式出身的 你跳球会很厉害 但是你做斯诺克会差一些 好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两位都是非常年轻的 短道队的小将 19秒前200米不是很好 但是两个人咬得非常的紧 两个人还像短道队 还要扶兵闻到 这个可能也是形成了习惯 对 在一个直线很长 所以他们也不会很习惯 但如果滑大道的话 还去扶兵 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吧 对 因为你速度达不到那么大的话 它倾倒是没有那么大的 对对对 所以昨天转播我们也讲到 就是短道速滑的比赛 可能对于运动员的这种 战术的要求啊 可能会更高一点 对 战术配合 对对对 大道比赛呢 可能对于运动员的绝对实力 要求更高 对对对 它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到冲刺阶段了 它这个成绩应该是不理想的 1分18秒 5-7啊 离达标线1分12秒整还差着很多呢 对 它这个成绩在女子组中跟差不多 所以小伙子还得加把劲啊 所以比赛的安排也是根据运动员的水平啊 是一个倒排序啊 实力差一些的选手呢 先出场 实力强的选手呢 是越晚出场 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到第二组的争夺 第二组的选手啊 也是有来自短道队的许洪志 在短道速滑的比赛 也是拿过奥运会的奖牌的 大家都知道 短道速滑的冰刀和大道速滑的冰刀是不一样的 一个小的话句 昨天许洪志参加比赛 他是借的五大镜的冰刀 可能短道刚穿大道的冰刀很不适应 因为他那个后盆是脱离的 并面有些破坏 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细致的在进行修兵 我们这个比赛的场馆 北京的二七速滑馆 也是位于北京西郊的卢沟桥帕 9月28号那是刚刚的建成 应该说条件是非常的好 对 现在训练条件是越来越好 足以看到我们国家对冰雪项目的重视 是 在国内其他的一些城市呢 也有这样的比较好的速滑馆 像哈尔滨 沈阳 奇奇哈尔 大庆 乌鲁鲁木齐 长春 海拉尔现在应该也是刚刚建成了 对 海拉尔也建成了 我们那个东云会十四东应该就在那里举办 是的 是的 这应该是被冰刀给划伤了冰面 划一个很深的一个印子 是 比赛当中出现中途要进行修补冰面的这种情况多吗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哈 对 在尤其在一零年冬奥会的时候 我们比五百米 我们是分了两个组 就是前十五名运动员是一个组 然后我们后数名一个组 但是前面比完之后 本来接着是我们比 但是冰车突然就坏了 所以我们后面这个组 在冬天耽误了有一个多小时 所以说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给影响 这个就得需要自我调整了 对对对 好 修补冰面的工作已经是顺利的完成了 接下来要进入到了男子一千米的第二组的争夺 内道是短道队的许红志 外道是挑战短距离组的杨阳 好 比赛已经开始了 杨阳这位选手也是拿过全国速度滑冰第二战的名 看他起跑是非常好的 一千米这个起速也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起不来速 后面想再提升上来是很困难的 对 现在杨阳17秒25来领先 您感觉啊 就是短道的选手改道大道 估计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达到 原本就是进行大道比赛的选手的这种平均水准 应该是很快的 应该在一两年之内 一两年之内 对对 再一个就是短道的 可能是抗鲁酸能力会好一些 因为他们的一轮接一轮的比赛 所以抗鲁酸能力是很好的 所以说他转过来 基本上都是在中长距离会好一些 是 现在我们看杨阳还是领先的比较多 到最后的直到 两个人几乎是并下齐驱了 15秒 1分15秒90 许洪志还赢得了这组的胜利 最后两个人冲刺阶段应该说还是比较接近的 接下来来到了第三组 第三组的比赛在内道 是挑战短距离组的王瑞 在外道是短道队的陈光 陈光之前也参加了短道速滑的直通国际比赛的选拔赛 成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可能连场作战 对于他体能消耗也是比较大 对 比赛开始 应该还是内道的王瑞会占一些优势吧 起诉应该是占很大优势的 因为 领先将近一秒了 王瑞是200米16秒97 这圈过去应该就会差不了多少 对 场面的观众也在给他们加油 这个项目刚刚我们介绍了男子1000米比赛的世界杯的达标线是在平原是1分12秒整 可以关注一下第六组的宁中严 对 今天我估计他场地应该会在1分10秒左右吧 宁中严和杨涛一个组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对 竞争会比较激烈 是 这样王瑞率先撞线1分13秒48 陈光是1分15秒15 摇了摇头啊 对于比赛的成绩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不是很满意 是 第四组 第四组在内道是攀登集体组的金亚男 而在外道是攀登短距离组的刘安 这次参赛的选手当中啊 有两位选手都叫刘安 他们一个大刘安一个小刘安 对 昨天呢男子500米的比赛啊 这个刘安是35秒76拿了第三 应该是小刘安 好比赛开始 这个项目男子1000米 应该说荷兰选手还是有着非常出色的水平啊 对 荷兰选手 是奥运冠军 从 我们那个年代 荷兰选手1000米就是优势非常的大 对 平常冬奥会努伊斯呢 是1分07秒95获得金牌 而且他在1000米和1500米呢 是个人 包揽两面金牌 而这个项目呢韩国的金泰润呢 也是1分08秒22获得同牌 我们的亚洲近林 他们的实力也是不错的 对 而这个项目的世界记录呢 同样是荷兰选手努伊斯 今年三月份在盐湖城 划出1分06秒18 所以现在努伊斯呢 也是集1000米和1500米的现任奥运冠军 和世界记录啊 于一身啊 非常厉害 最后一个弯道啊 最后下到直道就冲刺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看这成绩 那是外道 成绩不错啊 1分11秒74 1分11秒74啊 刘安是1分11秒74 金亚南呢 是1分11秒80 两个人成绩都不错啊 这个成绩 已经达到了世界杯的平原的参赛标准啊 我们来到第五组 两位选手分别是内道的王晨 是攀登短距离组 外道的张闯 是攀登全能组 看来今天男子1000米的比赛啊 出成绩还比较早 在第四组两位选手 这个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世界杯的达标线了 对 可喜可贺啊 看看第五组的两位选手 有一个怎样的发挥 刚刚我们介绍第六组的比赛 应该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对对对 第六组有可能就会出今天的冠军 甚至是亚军也包了 就像刚刚女子1000米的比赛 是最后一组 包了前两名 两位选手基本上也是并驾齐驱啊 王晨稍稍的领先 现在看差距不大 王晨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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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甚至现在的1500米 1500米现在都是下级项目 对 一期跑都是全力以赴 是是是 1分12秒39 王晨取胜 但是这个成绩 没有达到1分12秒整的平原的参赛标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第六组的比赛了 第六组由杨涛来面对宁忠言 杨涛作为参加了平昌冬奥会的国手 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而且杨涛他是在昨天男子500米的比赛 也是35秒75是获得了亚军 仅仅的赐予高婷宇 现在镜头对着那只内道的杨涛 他在平昌冬奥会男子500米是第27名 男子1000米是第26名 当时他的成绩是1分10秒10 而宁忠言昨天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 是1分46秒99 非常出色的成绩获得冠军 所以这组比赛是强强对话 好 比赛开始 起诉都很好 看一看会不会这个项目的前两名啊 就是这两位选手啊 16秒6 杨涛稍稍稍领先一点点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前些组都是在17秒多前200米起诉 所以说 如果起诉不够的话 后程很难再往上滑了 对 有很多选手就是不敢把前面的速度起得太大 怕后边降速 但是如果不起来速 你后边是肯定会降速的 没错 啊 现在是宁忠言42秒22 他反超了 应该现在有绝对优势 看来宁忠言现在的状态确实非常的上架 对 这个优势已经完全的建立起来了 就看最后成绩了啊 最后直到的冲刺 加油 应该是在10秒左右 1分09秒65 越居第一 非常漂亮啊 杨涛是1分12秒28 很可惜啊 也没有达到 世界杯的达标线啊 宁忠言真的状态非常的出色 很有可能啊 在 两个项目啊 1500米和1000米啊 是要获得双冠王了啊 接下来我们看看 后面还有三组的比赛 第七组 在内道是来自中场组的徐富 刚刚您也介绍 他以前也是短道队的选手啊 短道改道大道的 是 在外道呢 是来自中场组的王世伟 王世伟 王世伟昨天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呢 也是获得第三名啊 1分50秒94 这组感觉可能王世伟还会占一些上风吧 应该两个人差不多差不多 对 毕竟王世伟昨天是拿了1500的第三名嘛 状态可能更好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宁中严 他滑出1分09秒65 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了 韩国选手金泰润在平常端会拿同牌的成绩1分08秒22 也就是慢了一秒多一点啊 接近了一个比较先进的水平了 宁中严九月份在卡尔加里 将大的卡尔加里 就是冲到全国记录 1分7秒73 这个成绩在世界上也是在前面的 1分07秒73 对 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平常端会金牌得出努伊斯的成绩了 是在卡尔加里 是在卡尔加里高原滑出的 但是在高原的成绩 平常的平原上滑出的 也是比较好的成绩了 对 这个组的实力呢 跟上一组相比呢 还是明显的差了不少 对 11秒 也是达标了啊 1分11秒78 王世伟啊 1分11秒78 也是达到了世界杯的达标线啊 他应该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 第八组啊 第八组两位选手 在内道是挑战短距离组的徐玉彤 在外道是中场组的莲子文 联子文也是短道 转到大道 看看最后的四位选手啊 还能不能有人来超过 宁中言的1分09秒65 但应该 可能性不是很大了 对这个诚意是非常好的 是的 好比赛开始 这个项目呢 应该说 一开始这个争夺的还是非常激烈 男子1000米这个项目呢 看来我国跟世界的先进水平比啊 还是有着一些差距啊 对 所以我说这两年 咱们那个1000米1500米 是提高很大的 现在差距是越来越小 对 毕竟离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啊 也是越来越近了 确实实不我待 这个成绩啊 必须要迅速的提高 现在莲子文43秒06 暂时有微弱领先的优势啊 过了600米了 1000米的比赛呢 就是在400米的场地上呢 要滑行两圈半啊 下到最后的直到的冲刺 能不能滑进1分12秒 没问题了 1分11秒48 莲子文 1分11秒48 这个成绩是不错的 第二名 暂时第二名了 对 仅次于宁中言的1分09秒65 就看最后一组 哪一个会拿到中国席位的 另一个 对对对 最后一组 我们看在内道是中场组的王浩田 在外道是同样中场组的陈恩学 这两个也都是短道转道大道 是 而且现在都在中场组 感觉其实同组的选手啊 进行同场对抗啊 这个对于双方来讲 都比较了解 其实难度都增强了 就是得比啊 目前暂时排第三的 应该是王世伟的 1分11秒78 看看能不能超过 这个成绩啊 就能站上 领奖台 但是要取得中国席位的话 就必须获得第二名 对 因为男子1000米的这个项目呢 是获取四个名额两席位啊 起诉不是很好 看来最后一组的两位选手也很难去超越目前前两位的选手了 前200米起诉你就知道多了一秒多 所以就后边很难再追回来 男子选手的实力水平啊 在世界上的地位啊 是不如女子啊 所以这个席位名额是要少一点 对对 只有获得前两名 才能够确保 代表中国参加 世界杯分战赛的资格 越长的距离 可能我们这个参加的席位越少 没错 最后的主导冲刺看成绩 10分11秒17 这不错啊 最后冲刺的比较好 获得了第二名 逆转获得了第二名啊 很不容易啊 陈恩学 1分17秒17啊 逆转获得了第二名 其实王浩田也不错 是拿到第四名啊 这样把原来莲子文 第三名的位置给挤掉了 就第二名的位置给挤掉了 把他挤掉第三了 宁中妍还是1分09秒65 来获得了冠军 我们来看一下 男子A段1000米决赛的最终成绩 宁中妍1分09秒65获得冠军 陈恩学是1分11秒17 17获得第二 莲子文1分11秒48 名列第三 王浩田1分11秒72 名列第四 刘安是1分11秒74 排名第五 王世伟1分11秒78 排在第六 金亚南是1分11秒79 排在第七 前七名的选手啊 全都达到了 世界杯平原参赛标准的 1分12秒 这样一个大标签 成绩都比较接近 成绩不错啊 很喜人的一个成绩啊 短道队的几位选手 这个发挥还是不尽如人意啊 可能对这个技术的转变